嗨,大家好,我是小蛙 开始之前,如果还没有订阅小蛙频道 赶快去点右下角的订阅 已经订阅的朋友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想收到上面通知的话,再按下小铃铛 小蛙身为重度I-RAM汽车使用者 这么久以来有注册需求直接就是注I-RAM 其实小蛙最早是要尝试Z-TAR的 不过注册审核什么的实在是太麻烦了 申请到一半就不想继续做下去 以后再看有没有机会试试ZipCard了 后来因阿姑工作的关系需要租车 趁这机会发了I-RAM的文章及后续的影片 在高铁站租I-RAM的时候看到SmartGo 一直想试试看但都找不到时间拍实测 好吧,小蛙承认是自己懒惰病又发作 白天要上班晚上剪影片 一支影片要讲好久 直到一位朋友留言问小蛙能不能实测SmartGo 才又把这件事情排进规划里 全台提到自助租车比较红的有三家 分别是河运的I-RAM 格上的SmartGo 以及安维斯的ZipCard 据点及投放车辆最多的为I-RAM 几乎全台都有据点 而SmartGo及ZipCard多以双倍为主 ZipCard小蛙没有用过 之后再找机会补上实测 开始之前先来了解什么是SmartGo SmartGo是隔上租车 隔下至上租车公司的自助租车服务 提供的车款有 Nissan、Lavina、I-TIDA及Luxian的S3 看到I-TIDA以为是官网打错字 查了才知道是TIDA的小改款 SmartGo的定价除了I-TIDA每小时208元之外 其他两个车款都是每小时168元 目前以优惠费率计算 又以5小时为分界 平日租用未满5小时 每小时100.8元起 租用满5小时 每小时只要92.4元起 假日租用未满5小时 每小时142.8元起 租用满5小时 每小时126元起 一天最高以10小时计算 可使用24小时 平日一天924元起 假日一天1260元起 其中又以I-TIDA比较贵 一定要仔细看清楚 SmartGo App预约的时候 会再显示目前费率 如果租还时间在晚上8点到早上7点59之间 还有600元的夜租优惠哦 小蛙跟阿姑实测租SmartGo 开始吧 注册 SmartGo的注册跟审核还算简单也很快速 首先到App Store或Play商店下载SmartGo 启动后有操作说明及使用流程 可以仔细看清楚 期间会询问是否接受使用地理位置 蓝牙接收通知等 这些流程说明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 等等小蛙会跟着实测一次 点选注册 输入基本资料 户籍地址尽量写的跟身份证后面一样 紧急联络人确实填写 一定要写上面有的哦 不然会像小蛙一样被推荐 完成后点选成为基本会员 接着要验证手机号码 第三步骤拿出身份证及汽车驾照拍照上传 把证件摆进方框中 要调整一下角度 避免反光看不清楚 最后还要拍一张自己的自拍照 接着输入一张租车使用来扣款的信用卡 最后一个步骤审阅条款 接收后就等SmartGo审核了哦 完成后会跳出一个提示下载GoSmart App的视窗 只要去下载后用刚刚注册的账号登录 就可以得到50元折价券4张哦 小蛙中午左右注册完 下午发现紧急联络人不符招推荐 需修改紧急联络人 小蛙修改了紧急联络人后 App又提示紧急联络人无法修改 嘿嘿嘿嘿 只好求助客服 经过简单的身份确认后就直接通过验证了 预约 打开后地图上有哪些据点以及有没有车可用 一目了然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图标有两种颜色 SmartGo把据点分成两种 紫色的是同站珠缓 只要在这里站珠的就一定要在这里站缓 而黄色的则是可以跨站缓 但一定要缓在同样黄色的据点 了解规则后开始来租车吧 点选要租用预点的图标 下方显示该站汽车资讯 点选租 带出完整的汽车及租用相关资讯 这边站点地址千万要记清楚 千万哦 不要怪小蛙没提醒 再来就是车号租金 里程费等等的 点选车位资讯可以看到车辆停放的位置 优惠说明里有夜间收费之类的规则 确认没问题后点选我要预约 接着选择租还时间 预计还车的地点 起租最小单位为30分钟 之后以每15分钟为一个集聚 由于是原站租还 其实也没办法选择其他停车场还车 预售权金额这边不知道是不是预设为10小时 小蛙一直不敢按下去 只要借几个小时怎么那么多 查了Smart Code确定是可以持租的 应该到时候没有用到那么多的话 会退还才对 按下确认预约 不知为何这个预约中跑了好久 经过35秒之后提示预约完成 取车 隔一天小蛙跟阿姑出发取车去 找啊找啊绕啊绕啊绕啊 想要按导航到据点 结果那功能是假的 假的功能啊 而且有预约的状况下 没办法看到整体的地图 一直查不到租车的据点地址在哪里 前一天的录影挡在电脑没带出门 无奈之下只好先把预约的汽车取消 确认好据点位置 再租一次 这设计真的很奇特 确认位置后再次GoGo 开启SmartGo 点选开始租车后 10分钟内要完成取车 取车三步骤 第一步车体拍照 我左拍右拍上拍下拍 原来每台车都不简单 不管租SmartGo Iran还是什么 能拍就多拍一些 拍清楚一些 避免日后出现纠纷的话 还有照片当做证据保护自己 除了汽车的四个角落要拍之外 也可以补充其他车损照片 小娃要结束拍照的时候 阿姑发现探照灯竟然空一个大洞 还能看到里面的电线 赶紧来补拍起来 第二步租单规范 课车租赁契约书要看清楚哦 不要像小娃这样随便就划过按同意 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吧 因为不同意不能租 还是要看清楚啦 至少保险罚者等条目要看清楚 第三步电子签名 送租后就完成三步骤咯 接着APP提示开锁的方式 上面写建议使用蓝牙 因为有些地下室无法收到手机讯号 不过小娃是在户外租的 就不会滚旋了4G 点选上方的解锁按钮 在网路上看到有人解锁解超久 小娃解锁解了37分钟 感觉还行 上车 这次租到的是你上了Vina 你上的车小娃是第一次开 心里有点小紧张 令人紧张的时刻来了 好紧张哦 该怎么说呢 跟Irant的车主比起来丢的垃圾真的少很多 但是还是有 然后有一点残交 然后这是那个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牌子 有烟灰 但还好一点点 跟Irant比起来好太多了 它的仪表板长得好复古哦 是旧的 旧款的 对啊 一样有车架 我觉得那个把手很有趣 你有看到吗 开习惯Irant Toyota比较新的车款 控制面板上出现这种比较旧款的样子 还真不习惯 拿起放在手刹车下面的钥匙发动 咦 有发动吗 再试一次 发动 咦 没反应 仪表板上电池的红灯在闪 可能是电池没电 试了几次 翻了说明书后 确定不是两人连车都不会发动后 决定打电话问客服 客服确认身份及状况后 请我们直接将车辆归还 不会有任何费用 于是很快就又接到 还车 真快呀 幸好两人是特地来拍SmartGo实测 如果是赶时间或有行程规划 心情真的会大受影响 开启App点选开始还车 奇怪的是还车四步骤 不知为何前面两步骤直接就打勾了耶 小蛙就从第三步骤开始拍照 跟租车的时候一样 不同的是要补上最后一张车位照片 平方位置及停车格号 拍好后点选确认完成 来到第四步骤 负款App带出消费名气 取还车时间租金等费用细项 小蛙是假日租的 App上显示半小时84元 起始计算单位为30分钟 所以这边就是84元 其他费用 易收款跟折扣金额 小蛙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可能跟客服电话里面说 不会产生费用有关 点选优惠券可以看到登录GoSmartZone的格价券 确认没问题后 点选同意以上消费名气及小机金额 发票当然要存在手机载具啦 资讯卡可以看手机载具的教学哦 手机载具输入完成后 点选确认金额签名付款 最后再进行一次电子签名就完成咯 但是小蛙最后要离开时 想确认门是不是真的锁上了 结果一拉就开 只好又打去问客服 客服表示先这样放着就好 等等会有维修人员前来 请两人看附近还有没有车辆可租 最近的还要跑到内湖或松山 加上后面还有其他规划 只好就到这边 以后有机会再来开你上的车了 这次租SmartZone任务算是不完全成功 注册预约取车缓车流程都跑过一次 但还是没有实际上开出去 前几天看到SmartGo强推二代车机 之后再找时间去体验看看咯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有什么问题或建议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 还没有订阅按赞分享的赶快去 拜托拜托我是小蛙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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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